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AI项目 而且我们做的不是说像ChannelGPT这样的一个AI项目 我们可能做的是更基础的东西 就为所有的想搭建自己的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AI的 不管是公司还是团队提供一个酸力服务 在讲之前大概介绍一下我 其实我最早也是做Web3相关的 我记得我Web3入行的时候 其实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呢 是当时我在新加坡 应该是2017年的9月4号 当时我在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 我说突然看到一条新闻 久不韦说在中国要做ICU可能是非法的了 然后当时我们想到比特币一定会大跌 然后火锅也不吃了 跑回去之后 果然跌倒要死 但是那波做空赚了些钱 只是小钱 后来我们抓住一个什么机会呢 就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趋势就是说 如果在大陆做区块链项目非法 那在哪里做这个项目会合法呢 我们认为新加坡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2017年9月4号之后呢 到整个2018年 我们为200多个区块链项目 提供了什么呢 提供了海外的合规和服务 然后到2019年到2020年了 我们做了总共将近超过400多个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 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就是吃火锅的时候 看到这个新闻了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区块链是大势所趋 但是当时出现这个政策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个小趋势 就是大家都要做区块链 但是在中国大陆做不了 要往那里走 往新加坡走 当时香港还没有这么好的政策 新加坡的政策更好 所以他们往新加坡走了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个比较成功的事情 就是抓住了这个趋势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是想抓住AI这个趋势 为什么呢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讲一下我们的公司 我们其实是在 日本是我们的总公司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算力的 这个算力的服务器中心 是在日本的 就是在东京这边 很靠近那个色谷 就是那个二次元文化 很丰富的地方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去那边边玩 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也有 在香港也有公司 因为我们本身现在已经有一些算力了 我们孵化了一些AI的项目 所以我们把这些AI的项目呢 用就是web3和AI结合的项目呢 放在了香港 OK 接下来我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说要做一些 做一个AI的 想抓住这个AI的趋势 做一些算力服务的提供案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大家既然是web3行业的 应该有关注去年的NFT市场 去年的NFT市场一定是一个一直向下的大熊市 对不对 形势非常不好 但是其实在去年的年中 大概就是七月份左右 其实有一些很好玩的事发生 什么好玩呢 就是meet a journey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就是AI生图的一个产品出来了 就是以前我们要用AI做一个图片 非常困难的 我们可能要敲很多的代码 我们可能要去做很多的设置 现在非常简单 你写几句人话 写人话 它就可以给你伸出非常漂亮的图 然后当时在NFT市场 出现一个好玩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AI NFT艺术家也出现了 他们用AI去创作NFT 创作的成本和时间呢 比传统的NFT艺术家要少得多得多 然后两拨艺术家就是在干什么呢 在互相骂来骂去 一拨人说 你们这个不是艺术 你们纯粹在赚钱 说那个AI艺术家 那AI艺术家说 我们用非常先进的科技 做了一些更好玩的东西 对不对 在这个两派艺术家骂来骂去的时候 我们觉得 又一个好玩的趋势来了 什么趋势呢 就是AI真正做出来了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有价值更直观的展示就是 能赚钱的东西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趋势还不太够啊 直到去年的年底 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叫ChannelGPT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非常傻的 就是你去问他话的时候 他好像三四岁的小孩子 说的很傻 但是我们认为很话时代啊 因为他不像说 微软的之前的一些AI 或者苹果的AI 它是预先设定好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你问他话的时候 它是自然生成的 不是说预先设定的 然后随着到了今年 尤其是今年的中国新年过完之后 GPT越来越聪明 从小学生到中学生 然后到大学生 甚至比博士生还要牛逼了 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就来了 就是AI终于变成了一个 人人都能用的东西 这个我们不看啊 就是说大家大厂都下 下场站队了 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用它了 就是AI真正变成 人人都能用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自然语言 什么叫自然语言 说白了就是说人话 不用再敲代码了 明白吗 不需要去搞编程 也没有任何门槛 就是不管你是卖鸡蛋的老奶奶 还是你是做web3的程序员 你都可以用它 人人都能用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大家还在想人人都能用 它到底是用了之后 能不能得到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特别传统的区别 就是涌现能力 涌现能力也是个新词啊 这个说什么大白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创造力 就是它不是根据预设的程序 或者是说我们让 或者是说一些很私伴的东西去说 就是AI的训练是 你把全世界的知识 给它塞到它这个AI模型里面 然后它把这些知识压缩了 原来这么多 现在压缩这么一小穴 然后产生知识 这个知识就是有价值的 我们举例子 什么叫有价值的知识啊 高考刚刚完完对吧 高考刚完完 我们上网搜 我考了600多分 我要上哪个大学 你能搜出1000所大学来 好像你都可以报名 这个有价值吗 价值非常小 因为你这1000所里面 你要选出多少所你了 你能上了对吧 那有价值的知识是什么呢 有价值的知识就是 这1000所里面我告诉你 你是个工薪阶层 你爸你妈赚钱不容易 别去学艺术了 学点工科 这是第一个有价值的 第二个有价值是什么呢 接下来五到十年 不要去学什么 什么什么水利工程了 不要去学什么地质学了 学Web3 学AI 这是有价值的知识 对吧 所以涌现能力就是 AI通过学习 可以为我们产生这种 有价值的东西 不好意思 所以当AI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能力之后 我们就在想 我们看到 AI这是最核心的能力 不管你是做传流企业的 还是你做web3的 还是你做最先进创业的 你现在都有大量的数据 接下来你把这个数据 投到AI模型里面 它产生了知识 就是让你企业产生收益 所以这个是AI最重要的能力 但是要获得这个AI最重要的能力 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非常好玩 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AI模型 所以我们干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在整个AI行业里面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AI因为有非常好的能力 不管是你搞企业的 还是搞创业的 你都要用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 AI最重要的能力是这个 能够产生知识的能力 就是通过模型产生知识能力 所以那对于所有要用AI的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呢 预训练当模型 这是最关键的事 这是我们要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 那这个训练模型 都是谁在搞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最左边的 OpenAI在搞 对吧 实际上最牛的AI公司 微软在搞 实际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谷歌在搞 实际上最大的搜索引型 Menta就是Facebook在搞 实际上最大的社交软件 这些大公司把这些活都干了 那普通公司还怎么活呀 总得有他们的活路对吧 所以普通公司干的事是什么呢 普通公司干的事 这些特别技术的东西我就不讲 这个我估计大家听了 虽然空调很冷 但该睡觉还是会睡觉的 所以我们讲一些 普通公司能干的事 就是我们给普通公司提供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现在大公司呢 把活都干完了 你想用他们的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 这个 数据很值钱 我给到大公司了 我自己的数据是不是就泄露了 那我们提供这样一整套的 完整的解决方案 从算力来说 然后再到网络和存储 就是 你们可以非常好的 去把自己的模型训练出来 这个模型训练出来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大家做Web3的 其实用的最多的社交软件 甚至可能不是什么微信 应该一个是Telegram 还有一个应该是Discord 对吧 大家知道那个Discord的员工有多少个吗 不知道对吧 Discord其实有大概500多号员工 500多号员工 然后呢 它的年 年营业额是多少呢 差不多是一个亿美金 Discord就是做这样一件事啊 给我们Web3项目 去提供这样一个社交平台的 500多号员工 那Meter Journey呢 就是那个文生图的公司啊 它也赚了一亿美金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有多少员工呢 他们最早的创始员工 只有11个人 现在也只是30个人 为啥 一个公司赚一个亿 要500多个员工 另外一个公司赚一个亿 我需要30个人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 公司干的事不一样 但是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Meter Journey本身 它其实最核心的业务 就是用AI 去给他们提供 这种价值输出 以及帮他们节约人力 节约成本 增强效率 所以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说未来的企业 都要用AI 省钱啊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能赚钱 就是我会有更多的 额外的收益产生 但是一旦到这个地步 一个大企业他就想了 我用谁的AI 我用微软的 还是用OpenAI的 我用谷歌的 还是用Facebook的 我只要用了他们的 我的数据就全没了 全完蛋了 那怎么办呢 企业想的就是 我得训练自己的大模型 我得把自己企业内部的 自由大模型搞出来 所以我们提供的 就是这么一个服务 那我们提供这样一个 服务之后呢 为什么说我们要带日本 建立这个算力中心 很直接的原因 中国买不到H100 最早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说 发现呢 中国唯一有H100的是商汤 但商汤呢 现在除了自己用之外 他们也租出去了 很多的中国的大陆的企业 都在跟他们租借算力 但是商汤那边的A100也不够啊 不够怎么办呢 英伟达给那个 开发了一个中国特配版 叫A800 就是内存减少了 也能用 效果比较差 但是 其实最近可能 大家如果有关注AI的新闻 会看到英伟达的老板 叫黄仁勋嘛 老黄 每次去演讲的时候 都拿着一块 很大很大很漂亮的东西 那个就是H100 我给大家看一下H100的样子 就这么个破盒子 但是 很厉害 它的计算能力比A100要高得多得多 我们在日本建立算力中心的最核心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在日本拿到H100的货 然后呢 同时我们在日本呢 也有非常好的网络合作商 和基础建设合作商的资源 可以帮我们去搭建一套 很成熟的大模型训练的软硬件 结合的一个服务机房 OK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商资源 有一个对 一个是 那个Sirens 其实是日本的一个交易所 然后呢 华为和中国电信 在日本也是我们的合作商 我们和日本的那个电信运营商 也是合作商关系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分离中心 放在日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当然 除了说算力提供之外啊 我们还做什么呢 我们还做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 算力期货交易 这个事情其实 非常容易解释啊 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比特币算力期货交易 就明白了 就是因为AI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原来是个什么 原来是个玩具 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东西 那所以可以用的东西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算力不够了 算力不够了怎么办 算力会涨价 但是价格涨跌的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帮助一些企业 然后早一点拿到算力 或者说帮助一些投资者 或者叫投机者 投机者在这个算力市场上获得一些 回报呢 这个就是算力期货交易 我们通过NFT的方式去交易 而不是通过币的方式 因为算力来说 相比较别的产品来说 它更容易计算 可以更精确地做成不同的NFT 这个东西 这个期货交易呢 一方面我们是方便 需要算力进行运算的企业 它可以在算力比较低的时候呢 买入 然后在算力高的时候 拿出来使用即可 另外一方面吧 也方 希望在这个领域 混资的投资者也可以入场 这是我们的一个road map 这是我们现在的 第一期的算力中心 已经开始建设了 然后呢 到十月份 我们会正式发行 我们的算力的NFT 到差不多十一月份 我们的算力中心的第一期 差不多就可以建设完成了 当然这是一个 持续的建设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的团队啊 我们的老板 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日本人 但是他不是日本人 旅居日本的中国人 本身也一直在web3 这个圈子里面蛮多年了 这后续是我们的科学家团队 这个是我们浮化了一个小项嘛 AIP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算力了 本身来说可以做 微生图产品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产品 就是说 大家可以到AIP 这个项目里面 去免费使用我们的算力 生成AI的艺术作品 然后也可以获得一些后续的token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 是一个蛮好玩的项目 OK 行 那非常感谢大家时间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